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 正式的挑战了 今天的挑战总共分为三关 每一关都会有一位守类人 我们的UP主必须要通过层层关卡 才可以获得线索 那第一关的守类人 此刻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 他就是王者荣耀 荣耀中国节的推广大使周深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周深 你们好 别看我现在那么的温柔 我们是为很尽全力的守类的 是吗 所以今天看到周深是作为我们的守类人 我相信大家应该此刻也可以猜得到 即将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了吧 看不到 好好奇呢 演技不错 靠一些敏锐 对 考一考大家对于音乐的敏锐度 好不好 那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本轮的规则 走 我现在给你唱一个 Dora Miwa Sera Si 你听一下看对不对啊 Dora Miwa Sera Si 你哪个音唱错了吗 你看啊 规则其实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要请我们的UP主 来派出代表演奏音乐 他们会在演奏的过程中 故意弹错几个音 这么故意 是 所以就是要来小小的考一考周深 好的 看看你能不能敏锐的分辨出他们究竟在哪里谈错了 能吗 能吗 你也太小瞧我这个泪主了吧 那个我这个手泪的人了吧 我是要喂起来了的 我加油 我尽力 尽力是吧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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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周深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四位准备好了吗 我们必须可以的 是吗 感觉他们没有什么压力啊 是吧 感觉好像还挺有信心的样子 你们攻略成功了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其实我们做的是心理战 是吧 那首先来 设置关键 首先来演奏的是谁呢 嗯 啊 哎呦 好 那我们就有请男一开始你的演奏 嗯 好 好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完全是现场的考核啊 所以要首先请男一弹一遍正确的旋律 要故意弹正确啊 哈哈 好的 首先先弹一遍正确的旋律 然后再弹错误的旋律 来考一考周深究竟错在哪里 好不好 好 嗯 那我们现在先弹一遍正确的旋律 anne 马转力的旋律 这段旋律周深应该还挺熟悉的吧 是庄周皮肤的那个主题曲 是就是 我平时玩的都是那种 一套把别人带走的英雄 是吗 技能全部甩完赶紧跑 赶紧跑 那接下来马上要 他故意来弹错几个音了 一定要故意一点 错的时候看我一眼 好 那有请男一开始演奏 地下车 我走 我走 那儿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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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为什么听到快结束的时候 对快结束的时候为什么你笑了 我听到就是心虚吧 那接下来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是要猜错几个地方吗 那我们问问男一 你先告诉我们你弹错了几个地方 谈错了两处 是不是有一边正确的一边是没有那个哇那一下的 就多弹了一个对吧 第一个已经捕捉到 老师你有麦是收到了对吧 刚夸我的话再来一遍 哈哈哈哈 超棒 嗯还有一个是不是最后那个地方 对有一个那个地方的音不太一样 所以说两处错误都被周深敏锐地捕捉出来了 哇朋友们我真的提前不知道这些 太牛了 哇哇掌声蹭给周深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压力就又到了UP主这边 对啊我们不是一我们不是一队 我也这样想说 你们你们为我自己的胜利欢呼些什么呢 哈哈哈 那是我的胜利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出一个再难一点的题目吧 好不好 下一个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小天先演奏一遍正确的旋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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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小天一弹起吉他来 就像换上了新皮肤一样 那接下来就要到了考验周深的时刻了 好 可以一点 好 我会一直看着你 你可以吗 就是不用 就是要看你 这样你会没有尽头 好 有请小天开始你的演奏 小天开始 Zither Harp 好 小天演奏完毕 为什么感觉变短了呀 第二遍 没有啊 对不起 你演奏是同一个片段 你的错觉 好的 好的 请周深来好好地回忆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两遍都还挺好听的 你跟我们透露一下 刚刚谈错了几个地方 早闲的地方是不是提前了 还是哪个地方 哇 就是哪个位置 对 我感觉所以就是因为扫先扫快扫提前了一点点我感觉好像好像就是整首歌就变短了一点的感觉 对 是吗 真的吗 真的是 而且非常的 微压的 所以我们要 而且我有点意外 是不是 真的是 非常隐蔽 回答正确 哈哈哈 还把我道具拿走 其实我压力还挺大的 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即刻的一个反应嘛 就是你听完一遍正确的音乐之后 然后要听一遍它第二遍可能故意有错的 所以肯定会压力都在了 因为我不知道会完成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自己听不听得出来 所以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能够做到的 所以很开心 对 那我们就要问问周深 你平时是怎么来修炼你这个对于音乐的敏锐度呢 其实没有吧 我觉得相信大家都一样的 就可能看 没有我们不一样 不 绝对是一样的 就大家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那个敏锐度就会提高非常多 对 你可以可能是你的创作灵感 或者你的表达情感会通过你喜欢的电视剧 或者是角色 或者是电影 任何东西都会让你对他的那些细节的捕捉都会放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对自己喜欢的那些事情上的敏锐度 都是开的非常非常大的 嗯 所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 而且也是我们在紧张生活当中 可以放松的那个途径 我觉得很棒 享受那个就是最快乐的事情 突然好正经哦 真的很好 那周深 你平时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放松自己呢 就这就是因为好多人问 但是就是我真的就是唱歌 是我放松自己的方法 可能或者什么心情不好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 可能就踩完一个牌我就会变开心很多 如果踩完很顺利的话我就会开心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我放松的一个方法 所以也是要敏锐的捕捉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快乐 对对对要敏锐的捕捉到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惊喜 是那接下来在盛典的舞台上周深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吗 那就盛典舞台上见吧 好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周深在盛典舞台上的精彩呈现 是好吃的 不吃的 谢谢